各位你好,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蔓延放下,強士若如聖的人 孔子之敬能託國門之關 而不肯以歷文物子為首公公書搬伏 而不肯以兵之,故善辭聖者以強為弱 孔子之敬,這是列子提出的 歷史上的教主和聖人文字都很好 好像釋迦茅尼叫做釋迦文佛 既然叫他文佛,那必定是董學問釋迦茅尼佛 十幾歲的時候,世間學問通通學完 所以稱為釋迦文佛 孔子是文宣公,也叫做文宣王 歷史的每一個教主都是文武俱全 釋迦茅尼佛,十二歲可以一隻手拿起大象 將他雕出城外 拉弓射箭可以射穿九重金鼓 文字武功都度假,孔子都是一樣 我們都知道孔子文好 但是孔子的勁就是力氣,能託國門之關 城門的鐵閘下來,他一隻手就可以撐住了 他跟釋迦茅尼佛一樣,都是力氣大 而不肯以力文,但是他絕不會表演武功 不肯以力大事人 第二個是蜜子,中國春秋戰國以後 是孔、蜜、道、三家的文化 唐宋以後則如、色、道、三家 蜜子是蜜責,蜜子為守公 公書搬服,而不肯以兵 蜜子這本書是諸子百家之一 蜜子是增講人類平等的,是舊世主義 摩頂放縱而離天下 所以後世有人研究蜜子,很有趣 寫蜜子是印度過來的一個和尚 摩頂放縱,頭頂光光的,剃了光頭 放縱是不穿鞋,光著腳,做你天下之事 隨身拿著把傘就走了 還有一個人寫論文說蜜子是回教徒 另有一個人研究蜜子說他又黑又醜 是西伯利亞放逐的一個罪人 所以研究蜜子的人很多很好玩 蜜子尚言、尚同、尚平等 公書班是春秋戰國時的一個大工程師 科學家,什麼戰爭武器他都可以發明 蜜子對他說不要挑動國際戰爭 挑起戰爭要死很多人 蜜子說我一個人來,你把所有的武器拿出來打我 公書班將所有的武器都使出 蜜子都可以防守而不失敗 最後公書班輸了 他說我還有一樣武器拿出來 你絕對守不住 蜜子說我知道你要殺我 我告訴你我的弟子騙天下 就算你現在殺了我,天下還有千千萬萬個蜜子 所以中國的幫會可以說是由蜜子開始的 每一派的領袖都叫做巨子 巨子就是巨頭 蜜子的弟子門角領導一方 我們現在稱工商界領導人為巨子 就是根據蜜子這個歷史 蜜子有個弟子叫秦國的巨子 就是蜜家幫會的分支派 我們說青紅幫的堂主 也就是小說上面寫的堂主 當時蜜子在秦國的巨子有一個兒子犯法 秦國的君王知道他是蜜子的某一個巨子的兒子 就特赦他 只不過巨子最後迎照國法處理 所以蜜子那個組織不了不起 嚴重得狠 那個時候國際都怕他 所以公書般復 當時國際上唯一的武器 專家公書般復了 根據另一個考證 以前木工工程師所拜的老班祖師 就是公書般 蜜子的用兵也是第一等的 軍事最高明 但是蜜子而不肯以兵 知不願意以軍事出名 你要知道 軍事上打勝仗是很難的 但是比起打勝仗還算容易 所以諸葛亮錄出其山 打了六次敗仗 古今一般批評他 認為他政治可疑 用兵非其所長 其實錯的 在中國歷史上 諸葛亮用兵六次都是完美的撤退 沒有損失一兵一物 善於打勝仗固然難 善於打敗仗更難 諸葛亮善於撤退 後面的敵人都不敢追 他是歷史上第一人 所以研究歷史的人 不擋得軍事 批評諸葛亮不善於軍事 是錯的 諸葛亮的高明等於物子一樣 很耐航 而不願意在軍事上出名 這一段舉了兩個大人物 一個是孔子 一個是物子 這兩個都是教主 故善慈聖者 所以他們兩位在文化上能夠影響千秋萬代 成為諸子百家之一的教主 因為他們都善於保持成功的果實 善於慈聖是什麼原因呢? 以強為弱 等於我們社會上有錢人壯窮 越有錢的人就越扮窮 那些假裝自己很有錢 衣服又穿得闊氣 金錶、金戒指都戴上 反正身上戴的全部都是金 一定是剛剛發了一些財 老發財的人 他還怕人家知道他有錢 衣服都是穿破的 不過有一個道理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有錢 過去我有一個有錢的朋友 他說 你猜我這套衣服穿了幾年 我一看這個是舊了子 去講40年 很舊 可視我今天出來 人家一看我的衣服 就說 這個料子很貴 我說 嗯嗯 很貴 很貴 這個衣服穿在我身上就貴 天下人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要注意 故先持聖者以強為弱 因為他欠虛才能夠持聖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點贊、分享和訂閱全部 拜拜